番薯又被稱為山芋、地瓜或甘薯 營養價值豐富而且口感甜美 它含有膳食纖維、維他命A 即胡蘿蔔素、維他命B雜和維他命C 以及鐵、鎂、甲等微量元素 還含有多種人體必須的氨基酸 被很多人稱為超級食品 經常食用的話會預防癌症和心血管疾病 番薯對人健康具有以下四大功效 第一、抵抗和預防癌症 日本研究人員在2005年對40歲及以上的47,997名男性 和66,520名女性進行了七年以上的追蹤訪問調查 結果發現經常涉入番薯和薯仔糊頭 可以降低腎癌死亡的風險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在1996年3月刊登了一項研究 在停經前的女性中 食用含豐富胡蘿蔔素、葉酸、維他命C和纖維的蔬菜 可以將患乳腺癌的風險降低大約一半 2013年6月 在《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期刊發表的一項研究說 由番薯裡面的唇化蛋白質可以減慢結腸癌細胞的生長 還可以減少癌細胞的轉移和侵襲 2. 預防心血管疾病 番薯葉具有抗癌作用 它含有分類化合物 可以有效預防腦動物硬化的發生 2021年8月在《Live Facial》發表的一項研究發現 增加番薯葉的涉入量 是一種預防高脂血症和心血管疾病的有效營養策略 曾擔任台灣大學醫學院副設醫院 老年醫學部的總醫師 預博長在Facebook發文指 番薯含豐富腺食纖維可以降低膽固醇 番薯還含有黏性蛋白質等多糖類物質 有助於預防動物硬化、預防心臟病的發生 另外紫薯含豐富花青素 研究發現在善食中攝取花青素 具有預防心血管疾病的良好效果 3. 控制血糖 在2004年 Diabetes Care發表的一項為期12個星期的臨床研究 奧地利維也納大學的研究人員 測量了服用白色番薯的碎取物Cayapo 對61名二型糖尿病患者代謝控制的治療 結果顯示Cayapo有了二型糖尿病患者 降低血症葡萄糖和膽固醇的水平 2000年1月在Biological and Pharmaceutical Bulletin 發表的另一項研究說 番薯具有顯著的抗糖尿病活性 台灣儀庭中醫診所在Facebook發文 100克番薯的熱量只有同樣分量大米的三分之一 適量食用番薯可以幫助控制熱量和脂肪的攝入量 即使是糖尿病患者也可以適量進食 第四 防止便秘 番薯有助維持腸道健康 它含有可溶性和不可溶性兩種類型的膳食纖維 可溶性纖維也叫做黏性纖維 能夠吸收水分並且軟化糞便 而不溶性纖維即是非黏性纖維 就不會吸水 但就會增加糞便的體積 可溶性和不可溶性纖維 都可以被結腸裡面的細菌發酵 產生短鏈脂肪酸的化合物 這些化合物是腸道內壁細胞的養分 甚至有助於維護腸道健康 根據2016年6月 在Cancel Nursing發表的一項研究 57名白血病患者 每天食用200克番薯之後 減輕化療期間的便秘症狀 在Cancel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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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Cancel磅上